行政院日前送交立法院的国土计划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允许国家重大建设计划不受通盘检讨限制 并拟将县市国土计划与功能分区时程 从两年延长为没有明确定义的一定期限 因此国民党10号召开记者会 质疑此修法是为财团大开后门 虽然上周国民党已将草案退回程序委员会 不过行政院已表明不会撤回 让国民党团担心草案中将会在立法院民进党多数优势下强行通过 扬言只要行政院提一次国民党就封杀一次 不过有排案权的内政委员会赵伟管毕林也回应 民进党团内部尚未针对行政院版修正条文做细部讨论 但眼看有多个县市尚未将县市版国土计划法送交内政部审查 很可能在期限4月30号开天窗 眼看4月30号到期法律如果不修 这个法律就摆在那边等于是摆烂 期限的问题我想包括民众党都有提案是非休不可 那45条非休不可的话 这个修正案就一定要进来 那至于说15条要不要修15条怎么修 我想都可以讨论 管毕林强调国土计划法有修法必要 如需如期完成复委审查举办公庭会等程序 最快三周内就得排审 一切依公开程序进行 国土计划法攸关都市计划 农业发展跟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用地等问题 而行政院版修正条文 朝野立委会会不会照单全收 就得看立委们能不能为民把关了 原事新闻朱古已故立法院采访报道